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是梅老黄,差点回不来了哦 今天的话是9号了,离开了这个河田 河田到叶城的话,我下一站去叶城嘛 叶城的话那个没有国道,有一段是在修路嘛,没有国道 所以说我就选择走这个香道和那个县道 一个小路,现在到这个墨玉县了 这墨玉县上面这个香道吧 他们这个羊就是用这个三轮车拉着的 这是带窄的羔羊 这里是河田墨玉县的一个农村 一个乡里面 估计在骑个三十来公里啊,就到那个沙漠地带了 要骑个两三天左右的沙漠地带吧 坐在这里吃点狼 这是买的这种口味的 好香啊,这个狼 买了两个,两块钱一个 在这个箱里面买的 哇,它里面放的那种黄色的,不知道是啥 好香啊 比一般的那种白色的要好吃一点 好吃很多,特别香 它外面是脆的,里面是软的 哇,这种口味是真的爽 骑行这种乡间小道啊,也有好处啊 就是车非常的少 路况也可以是平路 如果是国道的话,它大货车比较多啊,这边 河田这边的箱上面呢,也是很多烤肉店,还有卖狼的 几乎一公里都有好几家 而且这边的狼非常的好吃 河田地区啊,它不光产玉,它还产一些水果,比如西瓜 哈密瓜,哈密瓜也产 还有枣汁,枣汁也产 大红枣 其实河田这个地区啊,也有一些缺点的 河田这些城市啊,乡镇或者 市里面,它都离沙漠比较近 所以它的风扇还是比较大的 像在那个公路上骑车是吧 那个嘴巴里面都有沙子 一阵风吹过来都有沙子了 风沙还是比较大的 这边农村每家每户都有好多玉米啊 门口堆的都是玉米 它这个玉米我也不知道干嘛 是不是喂羊的 羊应该也不吃玉米吧 这边的西瓜 都好多的,这些西瓜估计都卖不出去了 全是灰尘,在沙子里面的 满地都是 那边也是 阿勒米勒克村,欢迎你 要进村了 这个乡间小道要进村了 既然 我也是很少骑行新疆这个乡村小道 我也是很少骑行新疆这个乡村小道 以前骑行多数都是国道嘛 或者一些旅游路线 真正骑这个村里面来的 基本上是没骑过 这次趁这个机会 可以来体验一下这边乡村的感觉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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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一個公園,北湖生態公園 這個公園是廢棄的 前面快到沙漠了,還有一兩公里吧 估計都不到一兩公里了,這邊有個觀景臺 這公園能不能露營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一個半廢棄狀的 反正燒火是不讓燒的,這個是肯定的 必須得去荒漠裏面燒火 去荒漠裏面算了 這個鄉間小道真的太爽了,有一種世外桃源 悠閒自得的感覺 公園是看這個 裡面有一些水,綠洲之類的 我也是看那個沙漠 就這個,綠洲 這個公園建在這個地方也沒人知道吧 估計只有當地人知道 叫北湖生態公園 冷冷清清的鄉間小道 不高級,遠近下水 一大片的綠洲,兩邊都有 其實兩邊都有 有一些鳥,應該裡面有魚 我們兩邊的樹木好漂亮,是黃色的 這個應該是小的,小號的,說說說 那種路起起來比國道爽多了 悠然見南山 就是那種感覺 完了完了,到沙漠了 到沙漠了 怎麼這個沙漠躲都躲不開呀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 這個是紅柳枝,紅柳樹 和說說樹好像啊 我還以為是說說樹的 這個葉子要小一點 看 這個烤羊肉串的 但是這個不能遮斷 也不能採摘 也不能挖 因為有很多那個牌子寫了 嚴禁採挖紅柳枝 這些紅色的牌子都寫了 這個牌子也寫了 好多沙子啊 這個路原的要寬一點的 被這個沙子給掩埋了一些 變得很窄 來 打算要找露營地了 今天可能要露營沙漠了 不能往前面騎了 前面的話 沒信號了 因為這後面還有個公園嘛 有信號 再騎就沒信號了 剛才就是從這個入口過來的 前面有個公園 然後要從這邊去 這邊去的話 我感覺光兔兔的 沒有避風的地方啊 要不就回到那個有綠洲的地方 就幾百米啊 去那個地方露營算了 這地方不好露營 我怕刮沙塵暴 搞得都有心理陰影了 但是這邊的沙漠啊 你看它長了一些綠草的 那草很小 我剛才在這邊發現了一條小路 那進去可以在那個裡面去 相當的隱蔽啊 在外面的話 不隱蔽 去躲起來 躲起來 哎呦 找了一個隱蔽的地方啊 躲一下躲一下 哎呦 睡孔了 在這個位置看一下吧 轉一下 應該 打個帳篷應該可以 這裡面 哇 這裡面是一個倒垃圾的地方啊 這麼大的垃圾坑 附近村莊拉過來的垃圾 就這樣倒著吧 這不燒的嗎 再走應該沒路了 沒路了 我等會兒把帳篷就搭在這裡吧 這地方應該沒有什麼野生動物吧 沒有看到動物的腳印了 有一些羊的腳印 應該有放牧的 那邊的話 有一些草啊 還有一些沙丘 可以擋一下風 風就沒那麼大了 今天風有點大呀 把這個地釘打好 不然我推跑了麻煩了 這個地釘也不好打自己 就壓下去了 這是軟的 邊那邊的口大 像摘森這樣子 就炭製的方便 還有其他花生物 有些花生物 也會開始大鏽子 有些花生物 有些花生物 鸡蛋 那一名买肉,煮几个鸡蛋来吃 鸡蛋都打碎了 吃4个鸡蛋 一般买了8个,还有4个明天吃 煎香一点 今天煮个汤,喝一下汤吧 反正户外很少煮汤 煮个鸡蛋汤才煮 煮一下更香一点,来一点西红柿 一起煎一下 好多沙呀 盖住煎一下 今天喝点汤就行了,吃点加一点 稍微调个味就行了 来一点盐 加一点鸡粉 提个鲜 这个汤已经煮好了 这个叫西红柿鸡蛋汤 蹲在这里吃好了 你看这个盆一放在这里 全是沙子 风吹的空气当中是沙子 擦一下吧 沙子用水也洗不掉 必须要擦 才能擦掉 白天吃了几个狼 这边的狼非常好吃 这样擦就擦掉了 先来点汤来喝 尝一下这个汤煮得怎么样 四个鸡蛋,哇,鸡蛋好香啊 还是鸡蛋煮汤好吃一些 嗯,嗯 这番茄也煮烂了 哇,鸡蛋太香了 先吃一点,别冷了 鸡蛋 尝一下这个鸡蛋煎得怎么样 鸡蛋的话煮汤最好煎一下 这样的话它更香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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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骑的是一条小路啊 这条路会路过 皮县 下一站就是皮县 还有一百多 一百多一点吧 就是皮县 皮县过后就是夜城 这条小路在这个国道的北方 就是挨着这个沙漠的 明天可能要去骑那个沙漠了 那国道的话 只有一段有一段没有 骑不通 有高速,高速也上不了 要么就搭车 但是有路的话我就不搭车嘛 骑一下这个小路也可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是没有老黄 我还会回来的哦 明天再见吧